好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展览 也就是在2023年年初 我们大家可能因为疫情身体不舒服 学着在家里面休息或者尽量少出门 那这个展览会被很多书画二者凑过 或者是没有去看 那就是在杭州的金石书画第六期 这个展览的主角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七叔玉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藏家 金石家书画家 他把他的毕生的收藏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在杭州的武林馆进行这么一个展出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很多展品非常的重磅 但如果你正好没有去 没关系今天跟着我们的视频 一起来云看云回顾 那如果你去了你也关注过这个展 正好今天可以跟我一起分享交流一下 那我会用我的主观的分享 和我的一些建议跟你来交流 我希望这个展未来类似的展会越办越好 当然这里面离不开你的点赞 关注跟转发 让更多人看到更多人喜欢 这样类似的展览 好了我叫九度 我是一名发布和书法工作者 欢迎来到九度邀你聊艺术 我在车上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展览 我们是怎么带着摄影师 一早就自驾去了杭州 然后聊了一些有的没的 这个展览在去之前 其实我的印象不是很好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这个展览 展品就打开了一两开 打开了一点点 还有呢 展成的角度 可能对观展者不是特别友好 并且我在去之前做了一些功课 做了一些资料 确实有几位学者专家 对于七处于本人跟他的一些产品 进行了一些普及性的介绍 学到很多 但是确实没有人从这个展成 一个观展者的角度来多聊一聊 这么有意义的展览 因为这个相比于国外一些大展 会有相当多的关于这个展览 布置展成的一些介绍 这个是没有的 我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呢 我最终还是觉得要去一下 因为很多粉丝对于之前大唐气象 我们记录的高清图片 印象非常深刻 希望我这次再去拍一点 给他们分享 那我到底有没有拍到呢 我倒会跟大家说的 另外我觉得武林馆 听说马上换一个新馆了 所以我去记录一下吧 另外我觉得 自媒体网络时代 大家的工作者 艺术的爱好者 都应该有更多的自觉性 和一些责任心 确实这一次展览 有很多重磅的金石踏片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一会儿我会来说的 那主要呢 我也会去拍一些高清图片 作为我书法课的一些建厂的内容 请给我十秒钟做一个广告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也喜欢我书法课的话呢 我们线上线下的书法课都有 都是线上课 都是高清双击位的 我们有干货课 导读课 建厂课 还有直播课 所有的课程都有字幕的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的置顶 去了解 咨询一下 好了 我们回过来 先聊一聊 我去完之后的主观感受 就陈列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他那个角度 并不是大家说的 所以不能人云云 是有一部分 但是是小字 他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策展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小字 我们看一个气息就好了 小字 他发现说明 证明 七处于的 咱收藏体系之权 我觉得这个目的 他已经达到了 然后再来看 打开的开面 我觉得不是 大家说的那样 但又是像大家说的那样 确实有一些 可能是三分之一 或者是更多 就打开了这么 一开 或者是两开 就没了 我觉得这有点遗憾 但是还是有很多 他打开的比较多的 尤其是一些比较重磅的展品 现在是上午的九点钟 我跟摄影师六点钟 近一的三个小时到了这里 加了一次油 然后我觉得整个展馆 正面跟背面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保安都挺好的 我们问路 他们都会告诉我们 然后忘了戴口罩 还有人第一时间 路人给我口罩 特别的温暖感觉 然后我们先带摄影师 一起去看一下 整个展厅吧 走吧 就像这块地方 好像没有大家说的 就像比如说 这个路三四杯 应该是明怕的 完全一会儿可以拍照 而且打开的 应该是打开的是全的吧 最多后面提码没打开完 这里有一侧 打开一点 一点 这个也可以拍 这个也可以拍 挺多的 我叫大家说的 可能是这个 这什么东西 布空和尚 碑 这个可能就离得我们有点远了 当然 可能更符合我们 坐着看书啊 或者是各有各的角度 先整体的看一下吧 然后这一边 这一边的展开的不是很多 只能看个大概 四股摘的黄亭晶 就他黄亭晶 确实这个在拍摄上 观看上不是那么的友好 一确佛堪杯 都是可以拍啊 没问题 看得也很清楚 这个玻璃一 这个角度很合适 人少的时候来看 真的是个享受 现在来看最后几天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出来 展览还有没有结束 还好我今天带了两个镜头 带了一个微距镜头 带了一个77的 如果有些字比较小 因为有个玻璃的关系 我还可以拍到一些细节 讲完这个 我再讲距离 我不得不把这个展 跟大唐气象 众伟老师做了策展 这个去做一个对比 大唐气象的距离 很近的 差不多如果展品在这里 那我的这个相机 可以在这里 它那个你可以看一下 镜头画面 我做了一个介绍吧 其实很远的 就是我带了一个 兵德的二公主 还是觉得远 细节拍不到 真的是让我怀疑人生 我甚至想买一个百威 但费用真的是不低 老百威不行 因为拍这些东西 中间隔了一个玻璃 如果你再用偏镇镜 又隔了一个玻璃 所以我希望这个镀膜是好的 但买了太多镜头 小伙伴又 同事们就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很困扰 也只能自费 自讨小包去买 你看这些都是花了点钱 也是为了热爱 对不对 然后再讲拍不清楚 还有一个原因 是不光的剧 还有一个灯光 大唐气像那个展 灯光是非常亮的 那这个展的灯光 比较柔和 有好处的 就是大家的肉眼 看上去比较舒服 就是还原了在 更接近 不是还原 更接近于我们在窗边 自然光线下 看一个东西 但因为光线比较暗 又离得比较远 就会导致细节 看不清楚 你感受这个气息是可以的 但是从照片 照片本身 这样的一个暗度 好像就跟 比较好的一些复制品 就踏片 自铁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有点遗憾 但后来想想 这一切又情有可原 因为这个展览 这个场地 马上就要搬走了 如果我是侧展 我是场地方 也不会花很多的精力 跟经费 让这些东西 全部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觉得情有可原 但确实看得不过瘾 会有些遗憾 这也是我的主观感受 那聊一聊 他有很多七处于的收藏 一些本子 真的是好 比如说董美人 董美人墓制 我们有很多字铁 很多版本 但是我到了现场 就因为这样柔和的光线 这样的一个距离 因为我在上国 也看过一个 应该是吴护凡 收藏的董美人 我觉得这个 七处于收藏的董美人 更有一种小巧玲珑 但很 典雅 很精神的一种感觉 就扑面而来 我觉得太精致了 他这个字 非常的玲珑 非常的精神 真的气息很好 再加上还有一个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 北魏的龙门 他龙门的史评宫 是最早踏本 字口非常清楚 所以这就是说 一定要大家 多去现场看一些东西 尤其是我的教学实验经验 发现很多人 学习书法 他不去博物馆 他也就不去看这些东西 他就看字帖 他就看手机 因为这里面好像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没什么问题 但我发现不对 他们那样的话 先入为主的 看的是这些 很局面的大小 不是原汁原味的东西 跟我看过那些东西 跟他们讲的 这个东西 慢慢的你会发现 时间越久 你会发现 是有出入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看 尽可能的都去看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看呢 我觉得 这个我会放在我的建议里面去说 好 接下来 我想谈一下我的建议 首先在谈建议之前 我要谢谢我交流群的粉丝 因为我是不会对外说 我今天几点要去哪里 我觉得这有点 有点 我比较喜欢私人话 比较小众的 就是我会在交流群说 可能明天上午我会再 那天我真的很早就到了 所以也有很多粉丝朋友 我更愿意称之为朋友 大家跟我打个招呼 我们就简单的聊几句 交流几句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 就谢谢你们 然后呢 当然如果你要加入交流群 我也放在评论区了 好吧 我们来讲这个展览 我看过策展人 策展人老师的这个回顾手记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提醒 一定要先站在别人的角度 它的目的是展示 七数域的全 它产品的这种全面性 以及这个地藏的 这个逻辑的一个关系 完整性 包括很多善本的 从第一页到最后 它是全的 我觉得这个目的 它很完美的达到了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疫情的原因 我觉得它的定位 可能不是很明确 定位无非分两种 一个是大众的 一个是小众的 如果是站在大众的话 我是希望就感觉 这个展览做的不是很热闹 大众想要看到的是 一些基础的介绍 或者是你跟横向的一些 我们就跟别的 为什么这个善本好 这个珍贵 跟别的不好的 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区别 可以明显的 多角度年轻化的元素 多角度的做一些普及 比如说这个名字 金石书画 其实不是很有记忆点 所以会导致前面武器 我相信我肯定去过 但是我不记得 这个展览的名字 叫金石书画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 大唐气象 就无论你喜不喜欢 书法金石 你都会记得这个名字 那你可以是 因为我看了一下 查一下资料 可能这个金石书画 是杭州一个期刊的 一个标题吧 类似于这个概念 那可以是金石书画 第六期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万象分成 因为这一次有大字小字 有传书历书行书 不同时期的都有 那万象分成可能会 好记忆一点 可能大家有更好的名字 大家可以评论区 大幕来补充 那如果你要走小众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灯光 距离 如果在不能调整的情况下 至少有一点 我觉得一个建议 是非常可取的 就是打开的开面 完整的打开的 我不同的时间 我这一周打开什么 下一周 我换一件 就这个区域 我是可以更换的 把这个更换的目录时间 给它公布出来 那相信我觉得 对于一些专业 比较小众的人 他会不断的来 我觉得这个是 我个人的一些拙见 那么要不要出评价的出版物 我写是写的 但我觉得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 然后我觉得 还有两个自媒体时代 你可以多有一些展品的 图文视频介绍 我觉得每一个也不用很长 可能一分钟 因为我看国外的一些 我经常看一些 他们的展览 为了方便不能来的人 他们会做一些小视频 我觉得做得很好 又精又好 还有可以凝造一个旅游线 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 为什么可能很多人 他不愿意来 因为比如像我那天去 我看个展 三个小时我看完了 那我就想回去了 他不像苏博 我觉得这几年 做得比较好的 是苏博 因为他是被域名设计的 整个展厅 整个博物馆 就可以有很多了 设计上就有很多 可以看 可以拍照的地方 然后他旁边有虎丘 有园林 是不是叫虎丘 我已经忘记了 反正就是一个园林 你可以去逛 这是一个旅游线 狮子林 等等等等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 可能他没有介绍 或者怎么样 就是要凝造一个旅游线 让大众也好 小众也好 我可以带着朋友 我一天去玩一点 我自驾现在都很方便 我去玩一点 那么最后 如果大家觉得 不知道哪里说的不好 或者是你想补充的话 一定要在评论区 谈谈你的想法 我做这个视频 非常主观的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这样类似的展览 未来会越办越好 好了 我叫九度 我是明八五和苏博工作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